Sunnyville市Casco内爆发新冠肺炎 至少9名员工确诊 根据Santa Clara县卫生官员 昨日晚证实 县内Sunnyville市Lawrence Station路的Casco超市内 已经至少有9名员工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在这之前 该店仍然处于营业当中 县确诊店员已经接受隔离 超市内也已经完成消毒清洁 部分店内员工表示 他们第一次听闻店内有员工感染是7月1日 不过店内正式通知 出现第一例确诊患者是7月18日 县卫生官员也正在调查这起事件 并要求这家Casco店内的所有员工 都需要接受新冠肺炎的检测 另外 如果有感到身体不适的员工 以及与确诊患者有密切接触者 需要立即回家隔离 而隔离时长 要从出现新冠肺炎症状当天开始计算 至少隔离10天 同时需要保证3天 无发烧症状 以及呼吸道症状有所改善后 满足以上条件的人 才可以重新返回工作地工作 天下卫视记者陈鸿佳报道